车车的服务也越来越多远了 而玉龙集团旗下的隔上租车 前前就有推出一个APP 是整合式的一站式服务 接下来还跟Line Taxi要做联盟的合作 常常会有一些优惠 而至于TOTA的台湾总代理 核泰汽车 他们身为国内的汽车龙头 也发表了全新的计程车队 而且要开始营运了 跨足计程车市场 据了解呢 目前已经有超过700位的司机加入车队 而且APP才上架短短 五天会员数已经突破了一万人 看起来呢 大家接受度是还蛮高的 那么以目前现在全台湾的车队人数排行 台湾大车队是第一名的 有超过两万台 而核泰呢 也希望接下来能够拼到台湾第五大 打开APP输入地点 Uber改变电话轿车模式 掀起国内一波小黄革命 大部分现在人都有智慧型手机吧 所以我想应该是蛮方便的一个选择 有时候我会两个去做 我看它的差异性大不大 不只要跟传统计程车比价格 服务和安全性也是考量 轿车平台颠覆国内市场 共享汽车效应也逐渐扩散 连汽车销售龙头 也打造自有计程车平台 未来目标买卖租车和保险一条龙 高调跨境共享汽车市场 从你的购车到你的买车换车 甚至某个程度上来讲 它也可以给你一份工作 让你整个生活 汽车的生活几乎都跟这个品牌绑在一起 车厂部分不能作为代币 所以未来来讲 它有可能会往电动车 自驾车发展之外 另外它必须要自己 拥有自己的这种轿车平台 车商抢食共享商机 一波接一波67年老牌汽车集团 旗下租车公司 成立电动多元继承车队 并结盟业界新创品牌抢市站 如今攜手通讯软体车队 策略联盟抗敌 车商从制造销售走向移动服务 两大品牌依旧互别苗头 三零新闻众不导